台湾媒体报道 接着是今年1月初 帮台北市警察局宣传春安工作的尖叫妹nono沾滚云 主席页某知名手机游戏票选第一名游戏正妹小雪的裸照 也出现在手机网络上 接着更新频率越来越快 至今至少有十余位小魔受害 其中六人是被两个摄影网站的会员出卖 这些不雅的摄影网 每次花一只两万元代价 找来小魔录三点供会员拍照 言论至上罪恶无处不在 警方呼吁女生勿轻易拍下不雅照 也不要轻易把私密照放在 一被解开密码的网络空间上 同学舆论整理不到